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觉得那个地方挺有意思的 对 改变了他的心灵 从圣地回来 但是你得关心点庶民的事 对不对 我们的老百姓水深火热 自己把自己给挤死了 这事我们能不关心吗 重庆11月10号 沙平坝 加勒福超市 你知道我一看 这我想起我爹娘了 我爸爸妈妈也是 超市要听说哪便宜 那肯定得去买 人家后来说 说这中国老百姓 也真是 大多数都是白发苍苍的老年人 老年人就贪这个便宜 那个什么一瓶桶装的油 比如原来卖51块多 那天超市说减价 卖39块多 那是便宜不少 是吧 差10块钱 但是每个人现买两桶 好家伙 凌晨4点就排队 到上午8 9点钟的时候 人家说7分钟之内 这队就排了100多米 然后那个保安就俩保安 俩警察什么的 在那拿桌子拦着 堵着 轰轰轰这人群一直到最后 开门的时候 这一开 说是压裸裸 第一排的老母亲趴在最底下 儿子趴在母亲身上 就护着母亲 但是儿子那撑得到后来一层又一层的人往上压 有一个老人说五六根肋骨骨折 现在在医院 最后叫三死三十一伤 我说这跟凤凰台庆似的 3月31号 三死三十一伤 就为了买这个油 这数字蛮震惊的 是吧 梁东 关键是文涛说的那个就是想起了父母 我觉得说我们国家的很多老年人 因为他们经历过那种很贫穷 贫困的那个日子 所以呢 对于那个物质的这一点点变化 特别敏感 比如说对几块钱东西特别敏感 我觉得它变成了一种习惯 那重点是就是说 我们听到这种消息的 你刚才说的那个想到自己的父母 我觉得特别难受 在这种现象 我们也提一下 就是白眼光也翻远点 在其他国家 包括这个发达国家 不发达国家 逢年过节 都是有这种机会的 就是我估计也不少 就是那个有商品 在特定的时间促销 还有那个有一个我们叫折扣 那国外人家的那个维持秩序 就非常有序就非常好 难道那些人也不是 也也不是普通老百姓吗 都是普通老百姓 每年都有这种促销活动 所以我觉得你这个也是一种个别现象 但是反映了就是一个心态了 再一个反映这个个别商店的 在促销方面的这个管理素质啊 是但是 是预期的问题 我就是说 所有的管理都是关于期望的管理 是吧 就说其实他可能商家自己也没有想到 会产生如此大的影响 你这个说的太对了 好多中国的现在现象 都是超出常人想象出来的 都没有预测到 中国的包括这种发展速度 这种通胀的发展速度 流通性过剩的问题 这个资产阶级啊 小资的崛起 中产阶级的崛起 股市的这种蓬勃发展 都是超出很多人预期的 这就说到你本行了 有人就说这事跟通货膨胀都有关 跟什么粮油价格也有关 就说大家对未来啊 太难以预测 一无所知 所以眼瞅着这有个便宜的 那就谁知道还会 有可能涨啊 下个月 现在不都是这样 所以赶快去抢 所以你没有听说吗 最近这个金价不是涨得很厉害吗 800美金一盎司 是吧 最坚挺 昨天晚上803 我们设计 对 而且我认为 就前段时间呢 正好有本书叫货币战争 这本书呢 很有意思 因为我现在在中国上课嘛 就是我们其中有一天 邀请 邀请 一NBA了 一NBA而已 有一天就请了 这个货币战争的这个作者 到我们来跟我们一起分享 关于这个 对 算过我们的世纪大讲堂 对 那我他里面讲的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 就是说 其实不光是在中国 是全球性的 对现有的货币体系的信心的丧失 因为除了 现在我们看的是美元的人民币 这种是货币以外 还有很多的货币呢 是不受监管的 比如说打折券 它其实是某种程度的货币 比如说你的那个航空的积分里程 QP QP 再比如说你的现在很多电子货币 什么QB啊 什么B什么B 那这个东西它其实呢 它都在某种程度上 它都在和我们现有的这个货币体系呢 可以兑换的 你知道吧 某种程度上都是可以兑换的 现在还有很多平台 把你各种QP可以互相转来转去 还可以有人买你的那个QP 这样的话呢 导致什么呢 导致说事实上来说 货币发行已经某种程度上不受控制 甚至不受央行控制 也不受中国央行 也不受美国央行控制 某种程度上来是这个样子 所以呢 整个货币发行过量导致一个问题 导致大家对于货币的信心 就是现有货币的信心不足 那么你就会开始对硬通货 比如像黄金那种 崇拜 这本书的影响 我觉得就是连我都想买点黄金 但不知道是不是时机 但是你看这个书啊 咱原来外行 看了之后就更加明白 原来这个钱呢 就是一张纸啊 它的本质啊 还不就一张纸 就是个信用吗 就是个信用吗 是这样 您说的这个问题 我突然想起一句老话来啊 可能我这个岁数比你们俩稍微大点 大开玩笑 经验如此的丰富 能不大吗 就是我想起一件事 咱是说一个 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 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你上回聊邓小平 这次改马克思了 不不 你知道为什么 我是学政治经济学的 因为这个很重要 就是说所有的这个问题的出发点 应该都从经济的角度 马克思把这个问题阐述的很清楚 就是经济 就是货币 就是资本 所以说呢 围绕你要把这个问题看清楚 就说刚才那些 这个这个黄金的储值功能 还有这个通货膨胀问题 还有经济发展问题 其实全是围绕这个问题 但是我扎你一阵刘洋 上回在香港 言忧在耳 这几天这股市跌的 是 人家说什么上海股市几天 前几天 跌了八九百点 对吗 而且就是你说那个股票 对 叫什么来中国神华吧 对 中国神华 我跟你讲 现在是中国石油 中国神华 宁波银行 中海油服 叫四大绞肉机 套牢2000亿 我的天 你这个 你这2000亿 1000亿 咱们没有出去数字 现在咱们买的 咱们不 我也提到一个问题 就是投资大时代 就现在你要弄清楚 中国的位置在全球 而且中国经济增长的 这个 这个 这个时代要多长 所以在某一个位置 你要判断 就是说你投资中国 这个前景 盈利前景 我们投资三个要素 一个就是人气 一个就是基本面 就是这个公司 这个社会 这个经济大时代 是不是给老百姓 提供赚钱的机会 这很重要 然后就是流通性 那这几天呢 这个问题是调整 对吧 这个有外围的因素 和有咱们自己内部的因素 我的 我的这个看法 就是外围因素 就是美国的这个 叫credit crunch 刺激带 引起的这种恐慌 有很多 没有想到的 这个大行的 这个业绩 会非常的恶劣 是吧 你知道两个 国际大行的这个 这个管理层 都已经被撤掉了吗 是吧 哪两个 花旗已经被玩了 花旗和那个credit bank 对 这是很重要的两大的 这就不说了 花旗就是credit bank 我知道 然后呢 花旗credit bank 还有一个是哪一家 这批摩根 摩根 对 就是说我想说什么 这个呢 是外围的因素 那内部的因素呢 我们自己呢 稍微有点洋洋得意 以为咱们自己股市 升的差不多了 想打压一下 从这个从人气上 还有从流通量 流通量上 你也知道这个最信贷的 这种管理 尤其是流动性过剩的问题 最近是强烈的 强力的手段 所以说呢 就是说我想说什么呢 就是说内外配合呢 造成了老百姓的这个 对这个市场的展 展展时 或者短期的呢 有一些恐慌心理 就是这个 我想说什么 现在是调整时期 如果你对投资大时代 有个正确的分析 中国这个 未来的发展前景 在世界上的位置 那这个时点 实际上它是一个很入市的 很好的机会 你想我就看他 所以你说那四大绞肉机呢 为什么呢 对冲基金 他们实际上在去年前年 因为中国股市是两年的牛市 他们错过了很好的赚大钱的机会 因为以前都认为中国的股市是什么 是一个 投机的市场 不是不够足以构成一个投资的市场 就是进取出进取出 这样来回来进入的 所以好多人都错过了这个过去赚钱的机会 因为两百两百百分之这种的速度增长 在世界上也是没有人见过的 所以你要允许他犯错误 所以对冲基金现在是干嘛呢 他们要在年底之前要建仓 要建仓 他就觉得以后的美国越差 钱往这来来的越多 因为我们谈到有10%的 是guarantee的回报 为什么 就是保证的担保的回报 为什么 最少5%的人民币的升值 对吗 然后就说你四大绞肉机 去年他们的分红 红利息的分配都已经是到5%了 所以你这10%的回报 投资中国是一定的 所以我想说什么 对冲基金他们现在的铺天盖地过来 是想进入中国的 一直没找到踏入点 因为过去一直往上升 今年只有两次机会 他应该入市 就是8月份 8月份的头两个星期 对吧 我们这个美国 把我们给拽下来了 以前都说中国打个T分 全世界好像要发烧 其实我们还别 别把自己想的那么高 我们还没有足以到这种程度 只不过有一点 在人气上 流通量上 自己搅和了自己一段时间 但是就是说 如果你能认准 这个投资大时代 这个时期就是非常难得的入市 但是认准 你看我看他这个 可以稍微再等等 我觉得就是说 就这两天跌得太猛了 就是说低处不震低 高处不震高 我认为呢 也许呢 他肯定 你说两个月到三个月以后 整个市值肯定还在晚上涨了 我认为 无论是H股还是A股 但是呢 这两天是不是更合适的时候呢 因为有人懂得摊的吗 希望再低一点点入 那就好了 不是呀 你明白我意思吗 反正你们都知道 你要做投资组合 我们是做组合的 就是在你要对各个这个行业和各个这个sector 我们叫sector和industry的比例 要要做成组合嘛 所以呢 如果升得很高的那个行业 你以前没踩住 你现在就是积累的机会 还是呢 以前就是你认为盈利增长 前景分好 非常好的行业 你要长线持有的 对 所以你这个世界也是非常好的 这个入市机会 反正你们俩一听啊 我觉得都是有点懂的 对吧 东哥也是挣着钱的 你像我 我又发现呢 他现在已经是商人了 我跟你讲 我这次看他这个四大绞肉机啊 我就发现我就跟有些股民一样 说这个中 有一个叫中国石油嘛 还有一个叫中海油符啊 为什么被套牢啊 你知道有个不少股民之所以买中海油符 是因为以为他是中国石油 听着名字比较接近 什么中油 什么 哎呀 我觉得这就跟我一样 听这风就是雨 这不是 咱去下广告 去下 香香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梁东啊 是个不同反响的人物 什么事他都懂 而且呢 人家的角度 跟你们这个财经界人士 完全不一样 梁东前一阵 就凭着我国古代典籍 怀男子 知道吗 成功的预测了 股市的是上升 还是下跌来着 给老婆预测的 没有 没有 这就是玩笑 玩笑 跟大家分享 不是玩笑 是真的吗 不是说 是这样的 这个事情呢 是前两天我们在上课的时候呢 老师在讲的 怀男子这本书里面 曾经有一个预言 说呢 如果你把一个猴子 关得很紧的话呢 这个猴子也会变成猪 这讲的是管理这个 这个松井的问题 但是呢 当时呢 我们全班同学面面相去 哇 怀男子 大家都没看过 都觉得很惭愧 你知道吧 于是呢 赶紧去买了一本怀男子 那天呢 我就是在这个 双将之前的一个礼拜 大概十月中旬的时候 某一天呢 我翻 我就正好讲到 那个里面 它有一章 就讲到双将这一天 说双将这一天呢 君主呢 应该把天下的货物 全部交割清楚 收回粮仓 等待这一年来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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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盘点 然后呢 所以呢 我就跟旁边人说 我就说 那理论上来说 如果从天 天时地利来说呢 这一天呢 应该做所有的交割的 所以呢 如果这样排下来的话呢 理论上啊 这一天股市呢 应该暴跌的 我把他记下来了 你知道吧 就一 然后呢 在双将那一天 大概十月几号来的 11月 十月底 某一天 双将那一天 果然呢 A股 H股呢 都跌了 而且呢 H股呢 一定会比A股晚一点点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 你有一点点 出现了这个中一常识的话呢 你知道 这个节气啊 它还是会随着 这个纬度的不同 有所不同的 比如说 在北京 24节气 对对对 就是说 这个时令的 地气的这个变化 就是说 到了 A股 它主要是 以上海股市为主 那么 才会体会到这个双将所带来的这种影响 就是收割带来的影响 所以呢 我那天跟他们说呢 我说 理论上来说 应该在双将这一天 A股会有很大的这个调整 然后呢 再过一周到两周的时间 H股会调整 他们就说 那你是不是应该把 你的股票给割掉 有没有呢 我没割 那每年呢 每年呢 不一定 你这个生了 你这个 那我们就不用学习了 不用读书了 当然当然 首先啊 我觉得这个东西呢 都是基在一个基础上 什么基础呢 就是你首先要对 第一 整个中国环球经济上的这个评估 就是所谓投资大时代 是吧 这个基本面你还是要看的 就在这60年里面 或者是这6年里面 它的基本面你要看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你要看行业 比如某些环保行业 能源行业 它一定是还在 还在持续成长的 有资源性的东西 那这些判断是吧 你再去看这个小的点呢 你才会说 就算错了 其实也不会错太多 你知道吗 你明白吗 因为我是在对大局的判断下 参考淮南子 就双降这一天 呱唧 结果就跌了 他那个我认为 这个指针笑谈 他那个太巧合了 这是巧合 对 所以就好多人 现在都投资了 都说我们不用学习了 我们就找 风水先生算命 不就完了吗 肯定不是 肯定是首先 在基本面的判断上 但是我问你点现实问题 我最近听人说 我们为什么老是 跟在人后头 我觉得像我们这些 普通老百姓的命运 永远是跟在 梁东这样人的后面 没有啊 我也是跟着你 你知道吗 我那天后悔啊 好比说 有我一个朋友 就说 我在家里都没动窝 人家都不工作了 就在家里待着 他说现在呢 就没有那么赚了 叫做股票性基金 还跟我讲 赚了赚了多少倍 你知道吗 是真的 他绝不能骗我 他也是朋友说的 就说有一种基金 是专门投资股票的 那么还分什么五星级 比如成绩好的 就五星级团队 什么四星级团队 这个很危险 因为这团队 但是他说 他说我们自己 这么买股票 还不如把钱 给人家这个专业团队 你怎么去我说话 我不就是关于 但是我跟你说 很可怕 这点是很可怕的 如果你认真看过 现在在中国的 大部分的基金经理 你跟他们聊过之后 你就觉得很害怕 他们很年轻的 现在大部分的 我就不能打到一大片了 这个得刘央说说 这讲你们 他这一说 我本来也想去挣 他就说 哎呀 现在有点晚了 现在不像前一阵 他说我挣的都 我都吃惊多少倍了 他说的这个现象都有 就是说 他肯定做足了工作 自己研究各个行业 各个大事 而且基本面 我就觉得 你提到基金经理这个行业 这个太年轻了 因为中国这个行业 是犹太人操纵的 直到今年为止 在中国的人是 全世界是犹太人 发明创造金融衍生产品 和金融资本市场 中国是因为改革开放的产物 这30年的成就 才创地造 从今天大家才有幸 在过去的一两年的时间 在这个市场上 能通过理财 给自己创造额外的收入 就是胡主席说的 资本性收入吗 除了你这个正常的工资收入以外 这是中国整理说是 进入这投资大时代以后 挤进了这个 这个这个国际化以后的一个 小小的一个方面的 这个通过过去30年的积累 这么一个新的行业 所以说说到这个这个基金经理吧 其实是看业绩的 因为这个我们这个行业很残酷的 就你说的那个什么淮南也讲了 这是我觉得非常奢侈的东西 我们就是要 我们就是什么 努力的工作 是我们这个行业很 很叫black and white 黑白 每天要算账 每个星期要算账 每个月要算账 一年下来 还有就说要平你的 呃 你的表现 你是在top quartile 前几集的 中间几集的 下面几集的 你要是每 你要累积起来 你若干年 人家跟踪你的话 你没有赚到上面 quartile那个钱 或者跑赢大事 神家 为什么这些有钱人 要买钱给你管理 对吧 人家自己管的都比你管的好 所以我们这个是个职业 新兴的职业 是资本主义的产物 是在犹太人若干年发展以后 这个东西传到 呃 传到 从欧洲传 美国传到中国 问题就在这里吗 问题是现在在A股的 包括国内的很多基金经理 太年轻了 太年轻了 我们不应该这样吧 咱们也不能这样 不能拿年纪来算 但是中国的历史 中国的历史确实太短了 而且中国这个市很特殊 是中国的这个资本 这个历史太短了 资本市场的开发的历史 改革开放的历史 乃至有钱人挣钱的历史 乃至上市公司 这个这个这个 创造盈利的历史 都非常短的可怜 所以说基本上 你不可能用你的业绩来证明 给信任你的投资人 说我可以帮你管钱 我可以帮你理财 我可以帮你创造额外的财富 我那个朋友跟我讲 我跟你说 我赚了几百万 那就很少的一点本 都是朋友跟他讲 就是说他说他有远 你不能听他这么跟你讲 他不能帮你赚 他也会帮你亏掉 过了几个月之内 就过了几个月 他说我选择的那个股票性基金 你看现在都排上五星级了 对 当时他去买都是朋友 私下里说不透风 也是好多老头 他这个是完全曾实现的 老头老太太都排队在银行门口 他是国内有开放式基金 现在开放式封闭式基金 管理的资产 已经占着市值的大概一半了 还有养老金保险金 也是通过委托专业的人士理财的 我就觉得 我们这个新兴的职业 新兴的行业 这算省事吗 我就把钱交给你们 你们是专家 你们给我挣钱的 文涛 你现在又说到理财的问题来了 就是根据你的年龄 你的背景 你受的这个教育的程度和你对风险的认识和你的风险的忍耐的程度 其实你应该是专门找人要 现在您也是名人了 也是有一部分资产积累了 我们是第一代的有资本积累 我们其实还在最原始的基本资本积累的初期 所以这个时候呢 你是需要有人帮你坐下来谈你的多少在动产 多少在不动产 什么时候进入动产 什么时候进入不动产 然后你的家庭什么的怎么样的资产分布 这是很重要的 所以现在你知道吗 这些银行为什么他的费的收入 就是说专门有一个费 就是帮人家提供咨询的这部分收入和信用卡的收入 原来是零 就是从去年开始发展的 大家开始问了 这是有钱以后进入步入小康一个必经的阶段 就是你是原始积累了以后 你挣了一部分钱 你买了房子 买了车以后 你还有现金 你要怎么把生活过得精彩 做一个有尊严的 比较体面的退休的生活 你就要从现在开始 对我问基金经理我怎么能过得有尊严 把钱拿来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东哥听怀男子是不是听傻了 不是我是觉得说那你说说如何挣钱这个事情 但是从人生来说 如果我们整个人生是一次不断的这个投资和回报的过程的话 假如这样看的话 最重要应该投资什么 还不是钱 我认为第一还是应该投资健康 第二投资教育 第三才是钱 现在我们这个钱就是泡沫还是有的 对吧 所以我觉得很多人花很多时间在想怎么挣钱的时候 其实如果你站在一个更背后的看 应该是花 你想我们分配了多少的时间 在管理自己的身体和自己的健康上面 这个概念比较先进 这个概念比较先进 我说你说的这些东西我还是觉得你说的太豪华了 为什么咱们现在经过上下五千年 这么多人打下了江山 就是为了今天就要做一个健康国家的公民 每个人原始积累 你先摆钱挣到 努力工作 努力学习 然后你才有资格说给贡献 还有健康什么的 你现在说句实话 没有这个解放军 咱们这个这个在后边坐后盾 开玩笑 那国防强烈的国防支持 这个国家的经济后盾 你能挣钱吗 你有时间去研究怀男子吗 你怎么能派出读书呢 这个不是的 我觉得中间不在这 中间不在这 这每一个人的问题 不是 这每一个人的问题 就是说不是每一个人 每一天花很多的时间 所有的时间都用在去思考如何挣钱上面 为什么 不管你是有多少钱还是多没有钱 你都一定要留出一定的比例去思考这个问题 因为 因为你知道别人没有思考 每个人也都知道 坦白说我认为这些考虑很少了 现在考虑这个可能没跟你分享 相对少了 我只是说要提醒每一个人 不管你每一天在任何时候 在忙的时候 每天起码要花十分钟时间去想这个问题 这一听 这也是印度回来的 知道吗 我前一阵 刚刚电影顶上看见一个 就是西方科学家到印度去出家 做做做这个 他接受采访 就是说 他说我们每天可以花那么多的时间 考虑股票 考虑这个 考虑投资 他说 但是没有一个人甚至愿意一天花五分钟的时间 观察一下自己的内心 因为我想想的东西 你在想些什么 他说这很容易啊 但是没有人愿意 就是说咱们缺乏心灵生活 我觉得这跟挣钱是不矛盾的 你知道吧 我觉得这是跟挣钱是不矛盾的 对 你再挣多的钱 再好的时机 对 其实花几分钟去思考这个问题 如何面对这种变化 两手抓 两手都要用 我是觉得这些人 有不矛盾的 谢谢大家